受到疫情影响又快要过年了 对于能够接受到昭阳爱心社这份爱心 受证的民众真的感动又感谢 很感谢昭阳爱心社 我们的关系 我们的第一次受到昭阳爱心社 而且我们的关系 我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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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希望昭阳爱心社 我们的关系 我们的关系 过年前 基隆市昭阳爱心社 特别举办寒冬送暖活动 针对60多户落势户 每户发放5000元 总共发出大约30多万元的未住金 希望帮助落势家户能够安心过年 我们感谢各位社委人士的赞助 还有本市的这个送暖活动 谢谢这么多赞助生金人士 我希望这些社会的同学们 将来长大以后 有机会 能够也像我们爱心 昭阳爱心社一样 能够贡献着一共的小的力量 发挥大爱 我想也让我们社会 到处充满的一个温暖 摩心的一个社会 在农村前夕 在这边我也跟我们社长 一起祝我们所有的市民 在新的一年 固年行大义 合家房产 身体健康 受到疫情影响 不少民众过得更加辛苦 昭阳爱心社 希望尽力帮助 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